大家好,SK到今,今次要介紹 這麼厚?我沒有拿多一份 我介紹這個 全新車票建議功能 在你選擇合適車票,省很多 我正在宣傳MTL Mobile的新功能 之前不覺得他有宣傳MTL Mobile的App本身 但App裏面有新功能,反而這樣宣傳 首先,這個男人是一個 我當他是堅尼地城的,那是淺藍 但應該是堅尼地城的 三合一的手票機 教你如何在港鐵網站和MTL Mobile 找到這個程式 看看怎樣設定,要設定不少 看看怎樣設定,要設定不少 看看怎樣設定,怎樣設定 看看怎樣設定 一目瞭然 現在更多人有一個圈子給你展示 接著又... 看看,一個城鎚還是多一個城鎚 然後就算是家人一企 每一個城鎚的模式 然後就是乘客的類別 記者要設定哪裏 然後就能看 看 嗯...嗯... 對了 我和他計算出來看,是哪一個好些 記得選擇多天回答 是哪一天啊 又是什麼城鎚啊 哪裏至哪裏 然後又彈一堆數據給你看 給你選擇下架 記得車票建議的條款和細質 凍鐵線普通的椅子 只是覆蓋了 這裡挺有趣 接著到英文版 這次回到英文 跟冬鐵的不同 整個字是英文 沒什麼特別 QR Code 要有更多詳細 測試QR Code 應該有更多詳細 這是什麼? 我會看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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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, 到英文的條款了 細質的那些 超多, 看見好像暈倒 嘩, 很多 完 好, 這次的東西介紹到這裡 超厚的東西 應該能保護到 車子不止暖 好, 在那裡很遠 下次見, 拜拜